哈囉大家好我是旭宇 那你剛剛雖然有在直播裡面有稍微分析過一次啦 但是剛實際剪影片的時候還是對於這個影響的品質是感到很不滿意的 所以呢我就直接來重錄一次這個新器人Fever呢 跟這個生肖物語的三個角色 總共四個角色的角色分析這樣子重新來講一次 第一句話是我們的賀普 賀普的話呢是神族動物攻擊型三位的話是1270 10967 3763 那今天因為真的時間問題我就不再敘述技能組的部分 反正我們圖其實都放的還蠻大的 那賀普的話第一個重點呢還是在他的直傷砲 那我在剛剛在直播中呢也有實際的計算一次直傷砲 那如果呢在沒有觸發被動式的情況下呢 他的平砍直傷砲呢大約會在500萬上下 就是只有這個四次的傷害攻擊120倍的部分 如果再算上這個充能珠的話 就還會再更多 點完六次還會有這個120萬6次的無視防禦力 所以他其實又有720萬 所以他這隻角色直傷直傷非常的多直傷 非常的多直傷 所以速刷方便來說 我覺得應該只要有這個充能珠觸發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都可以安全的刷掉大概八成七八成的普通關卡的模式 所以整個表現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速刷性能是算還OK 兩到被動二 如果你被動二如果不小心破壞10個紅色射珠呢 就會再掉這個破壞珠 R of Terra破壞珠呢 又有可能再破壞10個紅色射珠 就會一直掉 最多掉20個 那這個就有可能會放慢這個速刷速度 這個部分的話就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在速刷的時候呢 要注意這個你消掉紅色珠的數量 只要有辦法控制住這個紅色珠的數量的話 就還可以蠻安全的去搭配這個速刷模式 那被動四的話呢 也稍微算過了 就是如果你平常又有在升3萬的攻擊力 然後再加他的攻擊心 的被動啊 就是還有他的這個一些Deep Log 再加上一些他的蘋果 平常輸出這個直傷砲 就是有被動四的直傷砲的話 直傷砲的話是2000萬 然後他2000萬的直傷砲 大家就知道 就不用如果再多說什麼了 反正如果啦 因為畢竟這個池子還是偏這個沒有保底格會出的 就可能還是要考量一下 我覺得20抽到30抽的 呃數量呢 左右就差不多是可以接收的量 那再來的話 第二隻是我們的希爾達 那希爾達的話呢 是S5必中 喔他的主動技的話呢 一樣喔 就是非常多的直傷 然後也是有這個堪血線 所以他其實在周回方面來說 也算還可以接收這樣 那這個全體傷害200倍 然後如果有反擊的話是500倍 所以這個有限制的反擊 其實也不算那麼容易啦 那我覺得平常200倍 嗯 還是蠻夠的 然後還有這個無視防禦力呢 1000萬 欸100萬的直傷 那也算是 蠻痛的 這個也蠻痛的 然後呢 如果你充能珠觸發4呢 又有再一個 400萬的直傷 所以他其實這個主動技也是偏 偏比較多直傷啦 那CG的話是有對神跟動物特攻 那平常的話我覺得應該是特攻不到 就看狀況 那被動2我覺得算是還蠻方便的 就是 可以減CD 然後有生Fever 但我覺得以他技能組來說 生Fever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 有效的感受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說 主要還是在 和他的核心技能還是在被動4啦 被動4的話是自己在前頭開一次技能 就又可以再減一次CD 或者是敵方有神族或動物的時候 又可以再躲開一次這樣 就是跟狂山的 技能組是差不多 但是就是他的泛用性呢 又會再更多更大更廣 這樣所以呢 他的速刷還有直傷砲 還是蠻方便的 我覺得整個平常用起來的話應該 感受也是會蠻好 然後也是用起來 刷起來是蠻舒服的一個角色 那第二隻的話呢 再來是賽B嘛 伊弗林 伊弗林的話 簡單講 他的防禦能力其實也不算太差 那我其實會想要測試這個 Fever的那條提升200% 一直提一直提 提到這個等級99 這個Fever炸起來會怎麼樣 然後他的技能組是要一直開Fever啦 就可能跟當初的 泳裝 柴神艦隊的感受是差不多 但是可能來說 就會沒刷起來就沒那麼快樂 因為就是你要開Fever要一直點 你要開Fever一直點 你要開Fever一直點 好就是比較不方便的一個技能組 但是他又有減傷 然後對攻擊型的時候呢 又可以又有這個 反擊提升 然後又有誘敵 所以就本身是配一個攻擊型的角色 在他的陣容裡面 應該就應該就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這樣這個角色算是 也算一個好簡單好搭配的一個體力型 那如果你真的缺一個藍屬性坦克的話 是可以考慮來拼他的 最後一個的話是我們的伊瑞 伊瑞的話是老鼠嘛 那又解除敵方病毒無效呢 的同時 又可以再給自己敵方 再上病毒 然後又有一個傷炮 那我自己是覺得 他雖然還有C技是有對病毒特攻啦 但平常來說我覺得 上場率可能還是會偏低一點 因為他的技能組 雖然要對病毒特攻要上毒 可能還是會希望他自己本身有一個洛西 來支撐他這個毒的部分 雖然CD6-50%敵方血量 確實是蠻誘人的 減速%傷 然後可是 給予自身我方呢 也有兩回合病毒無效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呢 也是偏奇效方面會有特別的用處啦 那其他技能組 被動2被動3被動4 說實話我覺得 點按次數加2然後減傷 通常就是算一個增加生存能力的一個技能組 然後有一個 被動2也有一個機率弱大爆彈的能力啦 就算是也有增加一點點炸板能力 然後被動3也有C珠生存縮短 所以其實也是算該有的都有 但是如果你說要在那個 綠屬性那個牛鬼蛇身裡面 只有這樣的技能組的話 可能還是是稍微比較難生存一點點啦 所以其實這樣子 4隻看起來 因為畢竟有3隻是S5必中嘛 那如果你真的要我從S5必中去推的話 可能還是會比較推希爾達 希爾達的話還是會是優先推的一個角色 那再來的話 伊芙琳跟伊瑞就比較看個人 那伊芙琳跟伊瑞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推伊芙琳多一點點 那最後一個才會是伊瑞這樣 就是 但我覺得 可能通常啦 有辦法整到這個時候的 應該都會撐到最後 會捏到最後這個 確定五路彩神的技能組出來之後 才會再決定要不要拚這邊 那萬三彩神的話應該之後也會出 那看起來也是S15必中 所以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這個幾隻應該都會是 以必中的角色模式來出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是賀普 賀普的話我自己真的是覺得 雖然他的直上砲啊 其實真的是蠻吸引人的 但我自己還是覺得說大概 因為畢竟這個星際元Fever記點 真的是沒有所謂的保底格 通常都是可能200景或300景 我看一下賀普這一次的 這次景出的話是200 那可是因為之後也有說 星際元Fever的晶片會共通 但是這一池聽說啦 目前好像還是沒有共通的部分 所以這個大家可能 我覺得賀普就大概挺多20抽 就差不多結束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這個 這邊三選一的話 我覺得可以 希爾達可以抽個50去保出來 當然他的卡面就 肌肉棒值一點點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比較能接受 那如果你還有一點考量卡面的話 那就自己再看看啦 那這個分析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畢竟這幾天真的是稍微忙一點點啦 所以就重新錄一個 然後就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是可以在直播中 或是聊天室提出 那我就 有看到的話我就都會回應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 好不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